观众朋友如果您有印象的话 过去十多年 西方媒体一直有一个理论 叫做中国大陆经济崩溃论 一直到现在呢 其实在异后 那中国大陆经济可能有一些困顿 那好像都一直在这个畅衰 或者一直在放大这个部分 可是一直到现在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经济 其实并没有真正崩溃 倒是房市这个地方 的的确确现在房市看起来 有点惨 所以你看到蓬勃 蓬勃新闻社他就特别讲了 他说中国现在可能想要出台 可能想要实施一个政策 就是要地方政府去买那些烂尾楼 制销房来救房市 如果算一算 要把这些烂尾楼都买起来的话 地方政府出钱 大概要花一兆人民币 甚至到两兆人民币 那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不好 政府也没有钱 这个有可能可行吗 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其实是并没有回应 我们要说的是 有些西方媒体的报道 可能大家还是要伤大眼睛 仔细反复思量 中间言论有没有矛盾之处 再举一个例子 海底捞 观众朋友可能有人吃过 因为在台湾也有分店 这是一家连锁的火锅店 从四川来的 它现在拓展店到全世界 来咯 2021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加上它自己的可能展店太快 我们看到那个时候 它其实关了蛮多店的 市值也蒸发了1.25兆 另外那个时候也有人唱 所以说海底捞完蛋了 Game over了 它可能要下市了 或者是整个要关起来了 可是今天又有一个新的讯息出来了 海底捞即将到美国挂牌 那它现在整个在中国大陆境内 以及海外门市加加起来破千家 它的连锁店 创办人不得了 这个人我还访问过 它的身家已经超过3400亿了 变成一个超级有钱人了 所以有很多经济上面的问题 可能你不能只看一家报道 或者是还是要长期观察 那我们看到包括海底捞的新闻 现在可以说铺天盖地都来了 因为它要上市了 而另外我们在看到 现在中国大陆面对美中的贸易战 它还祭出了一招 就是它减持美债 它把美债都抛售了 我们看到在第一季 中国大陆大举的抛售美债 另外它狂囤黄金 因此也推升了黄金的价格 我们看到现在金价 已经逼近2400美元了 那中国大陆的黄金ETF 连5月净流入 所以大家都在狂买黄金 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元也反弹了 现在美国的联准会的官员 因为私下的一席话 也让美债的殖利率往上升 因为他讲说 我们会维持利率不变 一直到通膨消退 所以市场有恐慌 就讲说现在通膨是不是不会消退 还在高通膨 所以有一些忧心 市场的预期心理就来了 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 现在美股大涨了 刚才杨老师也讲了 一直到美选落幕前 股市不能崩 可是呢 这个大涨的背后到底是虚胖 还是真的这么好呢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 美国三大指数啊 在前一天的收盘同步攻上历史新高 吓死人倒球工业指数开盘之后一小时 站上四万点 创下新记录 可是猪变胖了 该杀吗 美股的七巨头CEO高层疯狂在卖股票 获利了结了呀 这是美国科技七巨头的近12名高阶主管和董事 最近抛售了总价大概1.6亿美元的股票 而另外我们看到很多的小资组 一些散户啊 他们跟进美国的财经网红 有一个叫做咆哮小猫的网红 他发了一个梗图 他说大家赶快去买GameStop 结果好厉害啊 网络力量大 股价狂飙两倍 这是在经济面上 来 先请教赖老师 大陆的房市 目前来讲成长确实是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很明显的大陆的中央政府 我们所观察出来的 他们坚决的就是房市 住房不是用来炒的 他们在这个部分里面意志很坚定 所以他们现在的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 确保消费者能够拿到 买到他所买的房子 不会成为烂尾楼 地方政府的功能 就是让他不会成为烂尾楼 也就是说 这个企业该倒了就倒了 倒了以后政府接管 把它盖完 盖完以后一样卖给消费者 消费者继续 一样那么按他的贷款的方式来付 这个钱迟早都要再拿回来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看到 他们也不会去救那个房地产 因为炒作 投机的 倒的房地产就让他倒 他们并没有要救房地产 我觉得这一点 跟我们台湾当初 所发生的情况不一样 台湾当初就是救房地产 就救那些商人 就那些投机炒房的那些商人 那些建商 但是大陆看起来是不救建商 就让他自然倒 让他自然倒 但是把消费者的权益保住住 所以房子把它盖完 盖完了以后交付了 可是不要忘了盖完了以后 那个钱要缴了 所以那个钱事实上是政府拿走了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跟我们台湾的做法不太一样 因此彭博社他们的报道 就是你刚刚提醒的 就是说不要太相信他们的报道 不是那个样子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大家要看清楚 另外我觉得 由于美国跟欧洲 做错了一件事情 他们把俄罗斯的这个 放在美国跟欧洲的 这些资产没收 我觉得这个会让中国大陆 一直对于美国跟欧洲不再信任 尤其对美国 所以你看他一直在抛工债 一直在增持美元 增持黄金 我觉得这个都在做避险的一个工作 美国其实不应该做这件事 你对俄国做到这个没底线的话 坦白说 您认为就中国这样做吗 其实欧洲也在卖美国政府公债 我们也看到 这个沙特也在卖美国政府公债 其实大家都在减持 都想办法把钱转出去 我觉得美国政府这样做 真的是一件很不应该的事情 也损人不利己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看世界的财经局势 海底捞要到美国上市挂牌了 而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到底如何 我们来问一下杨老师 不过大家不要误会 这个海底捞其实是第四次的IPO 它是把它的海外业务 在香港之外又框一块 然后到美国去上市 跟之前中国大陆的比较高规的 这个电动车就是极客 也在这个就是华尔街上市 上市的时候 第一天还增加36%的这个股价 所以这种所谓 没有国家安全威胁的这些 你要去做国际性的募资 而且你的目标 看到国际性的市场的时候 你当然到纽约的某种程度 是等于是接受一个这种检验 尤其国际资本的检验 讲到就是美债 现在只有日本跟英国在增加 日本跟英国在三月份的时候 分别增加199亿 跟268亿的购入 中国刚好反方向 因此日本现在拥有1.2兆 美国这个债务的第一大拥有组 然后是中国大陆 7674兆 接下来就是英国7281亿 所以其实也跟以前比 事实上都降了很多 同一个时间黄金在涨 比特币也在涨 比特币这两天的价钱 来到6.6万美元 我不得了 所以什么意思 黄金 比特币 这基本上就是等于是 美元的一个避险 它不赚得在涨 可是为什么美元也不断的涨呢 美国的经济不断的好呢 可是我们看到 这些美国的公司的CEO 自己在抛 同时巴菲特的这个破克夏 他怎么样 他现在在整个调整 他的持股的比例 大卖科技股 苹果 然后派拉蒙 然后以及一些相关的科技股 不断的卖 同时索罗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都在卖美国的科技股 然后买进两个类的 这个股票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什么 保险 保险跟能源 这我觉得我就不要多讲了 你就很清楚 就等于是说 对现在的美国西方的科技业 对美国的经济 他已经对于科技的这些 你不要忘记 美国还是不断的给予补助的 不是这么看好 他面临到的挑战 什么挑战 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种 市场跟产品的挑战 他就看能源 能源是什么 因为当美国跌 或者是经济不好的时候 能源价格一定涨 然后保险 保险就很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当这些就显示出 现在美国的股市 很多的这些分析师 都已经在预测 美国的分析师 我们台湾分析师 他不敢讲这种大话 美国的分析师都说 可能会再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会跌 会崩 但我这边不敢多讲 基本上大家看 媒体就非常的多 所以 但是我是说 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美国一定尽全力的 会把股市撑住 把这个乌克兰战争也撑住 可是撑得住吗 这些又是一个问号了 我们进一下广告 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选举跟俄务战争 它其实改变了世界很多 美国现在当然开始采取 就是围堵中国大陆 尤其经济方面 大家看到是好像蓝海在战 但是最主要是科技 晶片 他找韩国 找日本 然后这经济的围堵 其实非常微妙的 美国这两天下令说 中国大陆你不要再支持俄国 然后一直在讲 你在经济上支持他 你买他的油就是在支持他 然后也不准买伊朗的油 其实中国大陆不会理会 我老实讲 因为你在听美国的话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就是过去的经验一直是这样 现在很清楚了 俄罗斯的普丁区 你知道川普今天怎么讲吗 川普今天讲说 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把台湾拿下来 普丁已经支持他了 这个体议只有他听到 川普讲的 只有他听到 他躲在床下吗 他躲在桌子底下听到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让中国大陆跟俄国更紧密的话 下来的话有很多好戏竿 它的远远流畅就是从金砖 这几个国家 这五个国家里面再加上沙特 再加上伊朗 再加上埃及 然后阿拉伯联合大光国加伊索伊亚 他下来的那个其实不一样 那个人数